第四章 我们从一节读到十八节 题目是神儿女的名分 由我们一重起了 读神的话 预备起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传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劳博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值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属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既就靠着神为后裔 但从此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博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作奴博呢 你们紧守日子月份 折旗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废了功夫 弟兄们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规附我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没有轻害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那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换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就成了你们的仇的魔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 却不是好意 是要离间你们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在善事上 常用热心待人 愿是好的 却搏达达我与你们 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说的是 God sent His Son, born of a woman, born under the law, to redeem those under the law that we might receive adoption to sonship. Because you are His sons, God sent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our hearts, the Spirit who calls out, Abba, Father. So you are no longer a slave, but God's child, and since you are His child, God has made you also an heir. Formerly, when you did not know God, you were slaves to those who by nature are not gods. But now that you know God, or rather, are known by God, how is it that you are turning back to those weak and miserable forces? Do you wish to be enslaved by them all over again? You are observing special days and months and seasons and years. I fear for you that somehow I have wasted my efforts on you. I plead with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become like me, for I became like you. You did no wrong. As you know, it was because of an illness that I first preached the gospel to you. And even though my weak illness was a trial to you, you did not treat me with contempt or scorn. Instead, you welcomed me as if I were an angel of God and as if I were Christ Jesus Himself. Where then is your blessing of me now? I can testify that if you could have done so, you would have torn out your eyes and given them to me. Have I now become your enemy by telling you the truth? Those people are zealous to win you over, but for no good. What they want is to alienate you from us so that you may have zeal for them. It is fine to be zealous, provided the purpose is good, and to be so always, not just when I am with you.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May God bless those who recite His words. Please be seated. Let's bow and pray together. Heavenly Father, our God, we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words. We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easy to preserve these word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Many times when we read your words that we need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what we read. So that we can heat your words into our hearts. May the Holy Spirit move among us. Cleanse this place. 不要让仇敌来做搞妖的工作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单单听你的声音 接受你的差遣 感谢你听我们的土局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常常都问大家 大家快不快乐 你今早开不开心 今早我回来教会的时候 有个小弟哥在黑板上写一字 你猜他写什么呢 一个小弟哥回来教学 没有老师 又没有课本 他写说 小弟哥说今天我觉得不太好 我一看什么事 原来昨晚他不舒服 小弟哥很单纯 他来到教会 乱写东西 我们就觉得 你不要乱画符 但是你仔细去关心他 你发觉他原来有一些东西 他想吐出来 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儿童的主任 就是要帮助教会 如何推动培养十文仔 从小到大可以认识神 让他们从小 喜欢上教会 甚至他们有不舒服 都可以交给神 告诉神听 所以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不会祈祷呢 还是将这个脾气 发泄在我们身边的爱人身上呢 所以这个儿子的名分 做神的儿女 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一个 服在这个 没有神的一个光景里面 我们好像受到社会 环境 家庭的影响 我们要靠自己 但是其实神创造人 本来就有和神 有一个儿女的名分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呢 都是重新恢复 做回神的儿女 我们没认识耶稣之前 我们的光景其实是很凄凉的 就好像奴隶一样 什么叫奴隶呢 就是我们的思维里面的观念 是很细族的 以致我们常常学习的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靠任何的东西 你要自力更新 神都不要靠 因为这个没有神的 所以到我们认识主耶稣 我们重新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要学习 究竟我们如何去依靠神 我们能不能这么单纯地来到神面前 将我们的心事 把我们的心事告诉神 当然他长大了之后 他不需要在墙壁上 乱这样写了 是不是 因为他长大了 他懂得跟神讲话了 甚至学习 不需要跟太多人讲 只要单单 知道神了解他的心 他就满足了 在第四章第一节 保罗就给了一个比喻 那些孩子小的时候 他虽然有很多财产 但是不会交给他 他跟一般人的牢牧 一样是没有分别 意思就是说 他仍然是要学习 如何成长 长大到一个时候 成熟了 他才能够去拿这份产业 因为他仍然是受监护人 或者老师等等的指导他 教导他成长 我们继续前面那一章的时候 就是指摩西的律法 是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神 亲近神 我们从小 就是刚刚初信的时候 才学习这件事先 然后我们成长了 我们就懂得 怎样去遵守神的律法 这个摩西律法 神的祝福 因为我们进行摩西的律法 我们得到祝福 那么我们就可以应用神 给我们的资源 好好地去行神的旨意 但未长大去领受这些产业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 第二节 这里很宝贵 它说直到爸爸预定的时候 将这份财产交给他的儿子 那么那些监约户人和管家 就不用放手 让他们可以自由领取爸爸的财产 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所以过去的光景 我们因为不认识神 不懂得这些戒命律例 所以我们就做到狐狸狐逃 但是到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他将这个福音 能够显现在我们众人面前 直接在十字架上 那个旧熟的恩典 我们能够信到福音 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的主人 成为我们的救主 所以我们因为主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的关系 我们就好像过计一样 继承了神给主耶稣 那种份的产业 都交给我们 所以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由玛利亚生出来的 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第五节所说 就按照律法之下的人 被救赎出来 让我们能够继承这个产业 我们在这个律法之下 这个圣经这个律法 是指摩西五经的律法 就好像以色列人领受了十届之后 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就按照神的律法底下 来到去收取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现在这个福分 不单止给以色列人 更是给所有的 不是犹太人 不是以色列的选民 我们所有外邦人 都可以得到这个福分 并且这里要看清楚 第六节你可以画下 神就差遣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灵 进入了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有神 耶稣基督的灵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向天父祈祷 我们可以跟天上的神 称祂为天父 好似我们的广东话 惯要跟我们的爸爸说 阿爸 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这个亲密的关系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神将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擠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 可以能够向父神交往 所以以前我们是小孩 我们是奴隶 我们什么都不识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我们就豁然开朗 原来主耶稣基督 买熟了我们 我们都很识 但后面这里就是圣灵的内住 去启发我们有这个儿女 和父亲的关系 记住这句说话很重要 只有加拿大书这边有写的 就是神差显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祂的灵 进入人的心里面 而只有这个圣灵 才给我们有这个感动 有这个福气 知道我们的身份 再不是奴隶 而是神的儿女 所以你我相信耶稣的人 都是神的儿女 但是我看到不是很开心的 好像不关我事 如果我说你知道 李嘉诚有一副财产 我给你 你是他的契仔 你会不会开心呢 香港就是李嘉诚 这里就是Bill Gates 所以这是很好的翻译 你会很开心 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发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每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有儿女的名分 是神比Bill Gates更伟大 比你家庭更有钱的 因为所有的财富 所有的产益 都赐了给神 就是赐了给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靠着 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灵 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 因为神给我们的产益 是这么多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开心呢 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儿女 好像是一种负担 有压力的呢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 我们感觉我们生活在压力 和神在一起 不是很好吗 当然有很多可能性 我的树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你从来没听过 或者不记得了 我盼望你记住 你现在的身份 是不再一样 第二样的可能性 你还没请耶稣进入你的心 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信耶稣 你还没信耶稣 你回来教会几十年了 你参加了查经班 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你没有将神的儿子 迎接在这个心里面 所以怪不得你不开心 不只是上次在这里受证就算了 而是每一天都要迎接 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 让圣灵 帮助我们 行出神的旨意 让我们有这个喜乐的心 因为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心 因为有圣灵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就会很高兴快乐 我要告诉别人 不是只是说 哎呀 这些东西好吃 叫你来吃 这里有些药很美的 而是我们的主耶稣 是我们的大医生 而是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 是我们唯一的 最后可能我们还没大 我们仍然是一年班 写着字 我们应该成长到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 应该可以领受神的产业 但是神给不到我们 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用 所以属灵的粗练到底是什么呢 不是叫你读圣经 背到滚瓜烂熟 那你就粗练得很好了 我们的粗练就是要 好像点货一样 去检查 神今天给了我些什么 我今天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今天这24小时 我们往后的东西 我们可以怎么样行出神的字 但是行之前 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是一个仪女的关系 不是一个奴隶的关系 不是只是依着一些规矩 原则办事 我们就搞定 而是跟着神 带着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可以跟着神 一起做些什么 好像我带着他去哪里 他就跟我去哪里 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就是爷爷的关系 所以他完全信赖我 我也都知道 我这个孙能够做到些什么 这种关系太宝贝了 保罗在这处 继续告诉我们 有一个恐怖的情况 就是让这些加拉太 收信的信徒 他们再一次 回去进行律法 那种地步 他不想做神儿女的位分 他回去做奴隶 好得无比 我们有一句说话 好马不吃 回头草 我们不做羊 要去做马 做羊 就是跟着主人 但是我们就做马 变成牛做马 我们回去奴隶的生活 被人骑 这么远尽 让摩西律法 这些规矩条文 来克制我们 我们好像第八节到十一节 这里讲的就是 我们就追求那些日子 日子 月份 节期等等的东西 有时接了电话 那个儿子说 不回来吃饭了 不回来吃饭了 假许 爷爷 生日 你敢不回来吃饭 你大逆不道啊 会不会这样 或者我们可能说 哎呀 儿子 有什么事啊 哎呀 公司的项目不行啊 回不了来吃饭了 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就在这里 你不可以用爸爸的权威 去压自己的儿子 你才能够体贴到儿子的需要 神的律法没错 帮助我们做人 也能够为神服侍他 但是神猜显祂儿子 是要来承传这些律法 有很多时候我们带个 第八节这里说 从前你们不认识神 还未认识神的时候 你便会听从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神 因为那些都是规矩 祂本身不是神 而我们却受制于祂 现在你已经认识了神了 更加可以说是神认识了你了 知道你和祂的关系了 不是奴隶的关系了 是父子的关系了 为什么你还回头 还做那些奴隶的东西呢 难道你想再做他们的奴隶吗 你还是适时选择这些时辰吉日去做事吗 这里说得很厉害 十一字话 我就为你们担心了 恐怕在你们身上 我全福音浪败了这么多精神 完全浪费了 这句话好像很严重 我们好像骂子那样 哎呀 养了你这么大 生了叉燒好就生了你了 因为他不生声 或者我们自己根本不懂得去体贴 或者了解下一代的遭遇 其实说真的 真的挺难的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对很多东西 究竟是非黑白对错 我们很难分 那时候这个疫苗很有用 那时候我们说 疫苗很严重 为什么打完疫苗都会好事呢 究竟打不打好呢 小弟哥怎么办呢 几个月都没得打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好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 这一帮信徒 他以前是遵守摩西的律法 这些信徒 在过去 他们愿意 甘愿受这个律法的核制 其实说真的 做一个奴隶 好过做老板 但实际上 是比较逼的 比较逼的 比较逼的 你想想你是公主 王子 你的责任会不会很大 你一举一动 都在视频里面被人照顾着 看着 狗仔队追着 但是你做奴隶 做打工仔 老板说什么我就照做 做错了 老板承担 做老板是不容易的 今天你现在看很多地方 请不到人 老板自己落手落脚自己做 所以有时做打工仔 比做老板 同样的心理 我们领受了神的产业 做了王子 做了老板的时候 我们不怪不得不开心 因为我们觉得很有责任 很有压力 历史都告诉我们 很多太子 公主 受到政治上的缘故 受到很多迫迫 还要流亡海外 我们不是王子 我们不说王子 我们说我们在美国打拼 谋生 我们是否敢不敢大胆做一些东西 甚至老板同事都不喜欢 但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合作的 你肯不肯去做呢 今天我们有地灯 都是因为爱迪生 失败过千万次 才有今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电力 而这个信仰的危机 在这里很明白 他们宁愿默守成法 他们就不能够跨越那个冒险的尝试 做老弟容易 做太子不容易 因为太子要做事 我们要这样跨越是要冒险的 所以保罗在这些树就劝勉他们 他就用一个他过去那种的关系 希望他们能够恢复回儿女那种美好的时光 我们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保罗和加拉太是好像亲兄弟一样 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神的儿女 那种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这里十二节开始讲回 是一个他以前和他们之间的很特别的关系 就是因为保罗向加拉太传福音的时候 他竟然生病 加拉太人很爱他 他宁愿舍命都要救他 接待保罗 好像接待天使 好像接待主耶稣自己一样 因为他的身体不好 他们甚至说把自己的眼睛拿出来都给他 都可以 他用眼睛这里 有解经家觉得可能保罗就是因为眼睛不太好 以前的医学不是那么发达 他可能就会盲了 但你这帮信徒很爱惜他 我们的眼睛都可以捐给你 让你能够移植 可以生回眼睛 可以恢复健康 这种热心 这种关心 这种爱 是很令人感动的 所以保罗认定 这一帮大兄姊妹 真的是大家很密切 很好的 保罗是这些说话 保罗是 他指出他们 你不要再回去做奴隶 因为这样勸你 你就当我当仇人了吗 我说你是为你好的 结果你把我当仇人一样 你热心是好 你能够去接代人是好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究竟接代的是什么 如果这些是假的 你就不要去乱来 同样的 你不要见到我的时候 就是说嗨 都转到你背部 转到你去批评你 转到你去批评你 因为你听其他人的东西 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那种的关系 做神的儿女 不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是主里面 都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在基督 今次早 我们主一学 讲到肥利门书 教我们如何遥述 得罪自己的人 我们人与人之关系 难免都有不愉快的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十字架上 祂连祂的生命都赔了出去 今天我们与神的儿女 在一起的时候 今天我们要学习 和神的儿女 我们要学习得多 遥述七十个七次 我们需要学习 如何解释 七十字架上 这真是不容易 只有主耶稣的灵 才能够帮助我们 那种射罪的恩典 能够流露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 恢复异女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珍惜在一起的关系 我们感恩节分享的时候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种感慨 今天见不保证明年见得到 因为生命忽然来就来了 走就走了 我们何必要计较那些小小的破裂呢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重点 如何切实相爱 就是彼此遥述 不要计较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会奇怪 哇 你们真是神的疑慮 那些人不信耶稣的人 那些人不信耶稣的人 那些人会问 噢 你真是神的儿子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得了祈祷 Let's pray 父啊 求祢帮助我们 Father help us 将耶稣基督的灵放在我们当中 Pray that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will be in us 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个和好的产业 so that we can receive this inheritance of peace 是使人彼此和睦的产业 this is the inheritance so that we can make peace with one another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that we can truly become your children 让未信的早日归信你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yet that they will believe you soon 已经相信你的 those who already believed in you 让我们能够粗练成熟 that we will be disciplined and we will mature 来承受这个产业 to be able to inherit your inheritance 感恩的祈祷 we pray this when thanksgiving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 让我们再一次起立 和唱感谢神这首诗歌 之后